哦哦哦 我知道是講補習的 對啦 Temistry make me cry 香港的Soft Rap我只聽軟硬 軟硬那兩支碟我最喜歡 其餘的Soft Rap我都覺得是不OK的 明白 各自有各自 各自喜好 現在是輕裝東欣的 你們不認識的 哦 我知道 跟鄭榮一起的 潮童 軟雪糕 好 嘩 聽完頭暈的名字 只有醫生才懂 所以這一節 廣告時間和活動的介紹就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就進入城市再談 先休息一會 又要聽阿哥 MING PAO NUMBER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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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是Chris的,選擇的 難為正邪定婚戒人 Verdie的 是不是? Verdie的Requiem 其中DSE的一段 我記得我自己好像唱過這首歌 是嗎? 不是很記得的 很小的時候 不是,沒有唱過,聽過 我記得我剛剛讀拔萃入宿舍的時候 就跟一個 日本人名的同學 我不知道 現在是一個出名的設計師的老公 他就給了一張飛過去 浸會的時候叫什麼 大專會堂 所以都有點記得 就是這個 Verdie的DSE的Requiem 但是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 我記得我唱過的阿文曲是莫什特克 我應該播過的 在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的合唱團 那時候有表演 我自己就有參與到他們的表演 又唱到莫什特克的阿文曲 不過不好意思,今天我就 羨慕泛亡 所以就忘記了太忙 這陣子的主席真是失敗 我們在座四位是否都在學校 我沒有參與 我也沒有,我是中學的 我破壞王來的 什麼都不做,讀書不行,運動不行 那不是破壞王,那是隱形人 沒有破壞 有破壞 運動不行,他也是 什麼啊,我跑過House Team 還有,我有踢過球 那是要打House Team 然後打一下給我 什麼都要... 打給人 打給人 啊,真的 好,很重手啊 這些活動 學校有沒有哪個學校的 學校就是辯論隊 那是我們去撿你 對 都有獨當一面 哇,辯論隊不行 只有一樣的 Drama 對 喂,很差啊 演技好劣 其實 拿個最佳演員 有什麼事啊 班祭 剛才Whitehead已經留言了 就說你歌喉太差了 真的支持你 喂,Whitehead你還沒跟我唱過K 我唱K的時候認真很多 李珍的時候好聽很多 你捐錢給我,我認真地搶一首 OK 不用指望,Whitehead已經捐了給我 那不可以捐兩個嗎 捐十個都可以 嘩 你要善用資源 大哥 我們不分薄的 剛才那首是威爾帝的愛文曲 DXC Rare 希望大家聽了都可以喜歡 Chris的選擇 我待會也會有他的選擇 好了,回來進入城市再論壇 我想進入城市再論壇 其實這兩個星期將會進到幾關鍵的 香港政治都會有很多事情 第一個我想說的就是 大舊1232條修正 再加上毓民百多條 替補機制 其實不是替補機制 修正已經得到曾蔭權主席的 曾蔭權主席的批准 曾蔭權主席的批准 可以拿上立法會辯論 現在我們 毓民和大舊正在研究 安排如何 一旦有正式的安排出來 我們就會發公開信 給泛民議員 叫他們支持 拉布 參加這個拉布的 對,絕對是 大家記住 千多個州定 其實只是投票到頭幾天 說話都說幾天 我當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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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如果毓民大舊 甚至長毛幫手 每人說15分鐘 每條議案可以說45分鐘 如果你泛民的二十多個議員 加入這個發言話 就說到天分地獲 一條修正環 還有千多條說 大家記住 即使泛民不一定 每個人都要說完 我都明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有些沒了道 最重要是全部缺席 是全部缺席 留會 因為如果他們全部不在 就可以留會 只要說一下 譬如大舊說一下 不夠人 立刻數 一數人要叮 五分鐘鐘 才要叫人進去 只要叮鐘叫人進去 已經是 又花了 時間 不出席會議 對他們來說 不出席會議 不出席會議 是很輕鬆的 但今天 何秀蘭 不知道接受哪一部的報紙訪問 就說 大舊沒有跟我們提提過 我們再去看看情況是怎樣 但我的理解 大舊已經跟泛民說過 希望 就算你們不參與拉布 你們起碼要缺席 但是 居然有人回答 就說 我們是好學生 我們不會缺席 是甚麼他這樣說 有一個說法 平時 大把缺席的時間 都不再說 何況 我真的不相信他可以 大哥 你坐在這千多條修訂 我真的不相信 那些 如果是跟人民力量 不是那麼友好的 我真的不相信他們可以頂得手 你儘管不要缺席 你坐在這 林大衛說的不是一千條修訂案通過了 是一千條修訂案通過了 是一千條修訂案通過了 是主席批准 可以進行動議便宣 但這也很難得 這也很難得 這也很難得 很難得 因為這麼多修訂案是第一次的 所以曾鈺誠能夠批准這件事 也是很難得的 因為這些事情 你不能夠說 拉蕾蕾蕾蕾蕾 都可以拿出來修訂 一定要有意思 主席認為你是成立的 然後在 chat room 說 Al Kong 說 對泛民有信心 這不是對泛民有信心 其實沒有的 沒有信心 他不是會有信心嗎 當然是沒有信心 但問題是 現在關了他們 你們曾經在高鐵 反高鐵的時候 你玩過拉布 你起碼不能說這個手法 是不正當 又說不正義 又說不應該做什麼什麼 這些堂而皇之的藉口 先不能用 第一就是這樣 第二 如果他說缺席都不肯的話 你就參與 但是你參與的話 你就坐足在這裏 不要又在這裏 一時參與 一時又不參與 而且你坐足在這裏 你難保玉文大哥 又說你 對 說話很難聽 又說何俊仁當年 怎麼出賣我們 對 那你就坐足在這裏 他說十句 撕一句 劉偉興 四方西 我十五分鐘 不用說 四方西便 有什麼問題 總之就是 你不要 就不貫徹始終 你隨便選擇 你都死了 因為委託 防成智 誰還沒交電話費 就叫他幫忙交電話費 是啊 他萬多張電話費 他幫忙交 首先要說一下 大舊那千多條修訂 其中有幾百條 是 很快會被KO 不是 不是 有幾百條全部是 那些數字來的 不知不同的比例 不知 將 譬如 選舉經費 怎麼分出來 是 所以是數字的問題 所以 大家也要幫助他 如何可以 和毓文 一些資料性的 毓文說 他會拿著歷史書 政治資訊書 自己說 我建議大舊 他不知如何 將每個數字 分開了 31 和33 我建議他 如果說到 31的百分點 即是那條數字 31是一個質數 然後自己說 或者去維基百科 找31 讀 31是什麼 有什麼性質呢 自己說 即是要說了15分鐘 另外有幾百條 有百多條 他的修訂就是 如果他在哪裏犯過罪 就不可以選 犯過罪可以不同的國家 要求不同的國家豁免 那就數了百多個國家 我也鼓勵 每個國家都說 地理頻道 不 不 你又是去那個國家的 Wiki 麻煩你 阿徐 右邊有個盒 人口多少 死亡率是多少 GDP GDP 都說 就可以這樣說 我原來就是要這些 是的 所以大家 我猜遲些 幫忙做research 會把修訂案 因為他一定會放上去 所有修訂案都會放上 立法會的網上 所以大家就上去幫忙 然後就算不可以寫整篇 15分鐘的文章出來 給大球讀 或者中文讀 都可以寫一些重點 那你拿著10個重點 我都亂 即是如果我寫了一篇 他們兩個就會拿來照讀的 很威風 當然了 你要千幾篇 很威風 千幾篇 要扮演這個機會 這篇講過 是由 誰提供 很威風 所以希望大家 要多多支持 細節會大舊可能 明晚 動文和大舊的節目 可能會講過細節如何 同樣地 我們 網絡23條 現在都在召集中 修訂議案 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所以就不麻煩大家 嘩 以後 那真是全民政治啊 在立法會開會 不是 因為你很難的 你要用大舊的 寫完 千幾篇文 講到死 本來講已經很辛苦 你還要想 這真是集體創作 兼是一個很好的遊戲 多放一些笑話 這樣都很開心 以後 將可能連改圖 改歌 的心力 都放下來 他喜歡逼我們 網絡23條 我迫到進立法會 是啊 在立法會跟你玩 你不讓我惡搞一些歌曲 影像 我惡搞你整個立法會 整個立法會 你喜歡玩東西 要是就修訂了這些 以事規則 所以發言稿就是outsource 希望大家網民多個字 那我回去先給點心機寫 寫一篇 好好好 好威啊 這個人口是三千萬元 好威啊 好威啊 這些有逐字紀錄 因為 你是明流清史的 在立法會 騰騰到秘書 廚撲死他們 逐字紀錄 以後 人民力量 歐陽英傑 提供了什麼什麼 以後都留在立法會的檔案裏 對 對 不過可能主席未必批准 就是要你法而復 而且要疼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這樣拉布法 好威啊 你不要讓他們做棟篤笑 做給你看 哈哈哈哈 其實站棋棟在這裏 都好搞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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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笑的啦 你真的很需要大家幫忙 我不是說笑的 認真 是很認真 需要大家幫忙 因為我們笑著說 你真的千多個廣告 十五分鐘 你不行的 其實真的說到你瘋了 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幫忙 所以就留意 翁文和大舊的通知和呼籲 是怎樣安排的 我們都會協助啦 當然是 網絡有心條件 現在就希望大家幫忙 修訂提供定案 做一些permutation 一些數字 不知飛到亂來的 所以這個都可以做的 所以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啦 我們這個所謂抗爭 即是極不合作運動 極不合作啊 即是極不合作運動 即是極抗爭和不合作運動 進入第一波 這是從來沒有試過的 而且你想真的 除了這招 真的沒有第二招 真的沒有第二招 但這招根本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用的 所以根本是應該要試的 我不明白為何不試 對 上星期我們提起這個 網絡23條都覺得 死了 好像都已經陳愛樂定了 現在竟然反而無端端有一個 可以打破這個困局 真是 以後真的在議會抗爭是鬥志鬥力的 真的 真的 真的鬥志鬥力 所以這個真的很需要 精文比賽 有網友提議 我也贊成 本身這個就是精文比賽 如果你叫他做比賽 你要餘禮物 對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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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精文比賽 這個是每一條的精文 真的要幫忙 因為你不是用不到的 大佬 那些quota 要大家分得好些 一人負責幾條 不要寫出口 搞到他被人趕了出去 我去控制 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想做功課的話 可以上網 下載一份 2011年版權 括弧修訂 條例 組案的PDF 下來 最後那幾版 有些計證 告訴你 有什麼摘要的說明 而我看過了 這個條例 有七十幾個修訂 official 七十幾個修訂 但是 絕大部份 其實就 乾晃晃一些 譬如說 把畫者的畫字 改成一個及字 或者加加減減 好像 真是很有內容 去到加加減減 其實是很有限的 所以大家也要做一些功課 看看有什麼可以在空子裡 轉一些東西出來 沒有 那我及字改畫字 就是講講這兩個字的性質 以及用法 那就是不批准 拿一個池海出來 是啊 不要客氣 拿一個池海而已 根據池海 文字的演練 可以比較一下 繁體寫法和簡體寫法 然後就講一下中國文字史 對 又再踩一下殘體字 對 什麼都放進去 以後我們就 所有議題都加進去 立法會的動議修訂 其實蕭先生說過 甚至再絕一點 你未去到那個議案 我就已經玩了 已經開始玩了 之前一個 不知通過垃圾堂 是紅色還是綠色 那個議案 我已經提了一萬個修訂 我去不到那裡 未入正題 即是要玩 可以玩到這樣 然後 講幾次之後 就對立法會主義 那又要怎樣砌人 又要怎樣砌人 又要怎樣砌人 那頭一輪之後 那也好 中國家還是立法會主席 那又毒 因為除了拉布的作用 令到這些惡法議案 不能夠獲得通過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令到那些保皇黨的議員 就不能夠隨便缺席 還有 讓你以為坐過立法會 那麼好玩 去以權謀私 或者打關係 那麼好 以後你真的有很多事情做 你就很難想三點不路 你一定是要遇著你 躺身做這份工作 你自己也有什麼生意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不用想 你就跟我們一起玩 所以 現在這次就緊張了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 好啊 現在多了一個這麼好玩的元素 抗爭 講了大論 現在的issue 但講回今次的 城市論壇 城市論壇又回到雙非 真的好悶 就像劉振英 無緣無緣無故頒布他的命令 這個也都已經講過了 其實之前幾個 阿毓文有講過 蕭先生有講過 幾個節目都講過 我們都講過 也都講過 梁振英這種做法 是極度可恥的 可恥就是 其實第一 他違法 不是違法 就是他不尊重法治 就是這個中審法院已經講到明 是他們是有居留權的 什麼時候輪到你 2013年 你不保證他有居留權 就不給 什麼時候輪到你這樣說 第二 就是你簡直是潛越了 你現在只是後任的行政序 你還未做就出聲 是的 第三 其實他也是完全沒有一種 對 就是一種政府 那種諮詢架構 或諮詢制度 一種運作的 一種尊重 或者一種基本的了解 就覺得其實有強正的勵志 就是變成董建民 一講出來是零 那就零 其實我也完全聞到 梁振英這種自把自圍 完全妄固制度和法律的行為 總有一批是會炒得很大 但是你看到他是有效的 就是他一講 周一樂就跪下 現在私家醫院都跪下 周一樂當然跪下 私家醫院就跪下 他現在都跪下 剛剛瑞辛說 他們都決定不收 不收雙非 只不過把那個界定 是不是雙非的責任 拋回政府 還有就收單非 就是單非生意 他們都願意配合 雙非我們不做 你看到社會 其實是很配合梁振英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他在運用一個 真真正正的民粹手法 而社會 你見到已經是有陪套設施 就是他一提出來 很多人一起幫他 然後就一起和他抬高民望 然後就叫做 達到一些大家民粹派 希望看到的東西 就妄顧了真真正正的法治精神 是啊 我們在Facebook 你知道我經常留念Facebook 都看到其實 那些人都會說我們 說我們人民力量 是不是站在人民那邊 你在雙非問題上 你在踩梁振英 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們罵梁振英 這種專項之外 同時也要強調 其實人民力量的立場 認為怎樣才是最有效 最快捷 也沒有合法 也不需要修改基本法 這麼遠水的方向 所以所謂說 站在人民那邊 大家要清楚一點理解 我們不是說 一個短期的站在人民那邊 而是一個長遠的利益 和有權利的保障 譬如說 為何在雙非孕婦的立場上 我們可能和梁振英 真的要唱反調 因為我們覺得 他不尊重法治 或者不尊重法律 他用一些霸王硬上公的措施 去凌駕了很多應該做的事情 於是這件事 是長遠來說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因為他今天可以這樣做 第二天他又繼續這樣做 今天他可能是所謂 好像為你好 但是將來他可以完全把刀劈在你的頭上 都會覺得為你好的 都是為你好的 他都會覺得是為你好的 大家看1984就知道什麼事 他覺得 Big Brother覺得是為你好的事情 今天你認為認同 下一天你未必的 但是只要他過了這條線 他以後都重複這樣做 你就很嚴重了 所以一定要做第一次 或者每一次他一做的時候 就去阻止他 這樣才能防範日後的權益被侵犯 另外你聽今次的城市論壇 更加可惡的人 就是我叫劉建宜 我覺得你公然 公然要求香港政府 違反這個終審法院的判決 我是不明白這是什麼律事 梁家傑也說得對 劉建宜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要將個案子 再推翻上去 推翻中審法院 這個案子呢 這個案子的出現 只可以出現 就是當香港政府 不遵守終審法院的判決 對啦 現在你是公然 要求香港政府 不遵守終審法院的判決 我想問你 你是怎樣做律師 你是怎樣做議員 你是公然要求香港政府違反 一個政黨主席 這樣的呼籲 我覺得你是可惡到極的 劉建宜 你可惡到極 除了這件事你這樣說 如果有一天 終審法院 都不用了 其實普通的法院 判了姓劉的人 是不准 包括他 包括他 對 即是姓劉的人 就是要被人掌罪 這是違法的 那你也要掌罪 是啊 被人掌罪 然後終審法院判了 這是違反人權法的 然後我們 或者你隔離的馬草黎 那我第一時間 已經懷幸在心了 就一定要掌罪 就要公然呼籲 香港政府 不遵守終審法院的規定 就是食逢性流 也要掌罪 這樣 那行不行呢 我想問 你現在如果要求 香港政府 在這件案上 不遵守終審法院的判決 是公然違法的 那也就是說 你 劉建宜 是隨時可以 要求香港政府 做其他違法的事 是啊 我怎麼知道 你的尺寸在哪裡 而且 你這樣要求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可以要求 我這樣要求 這樣 這樣行不行呢 我要求 香港政府 公然違反 香港法律 就是沒有財產保護權 充公了姓劉的人的家產 那我沒什麼 我沒所謂充公罷去 那行不行呢 我現在就要求香港政府 拿個案子出來 那就到劉建宜很害怕 所以 是可惡到極的 這個說法 我覺得直接 要公然掌罪 我覺得 好像那次劉慧卿說 他自己是王山掃機 是直接要掌罪 我覺得 他還要不是直上嘉賓 他也特意去 是啊 他在台下 我覺得這簡直是要掌罪 要聽什麼是對什麼 是錯的 這些簡直是 哇 就是智鋒直接名他出來說話 台下都 根本現在就沒有公道 你又說給台下 多些觀眾發言 現在其實 說真的 因為各大政黨都利用這個平台 為自己的黨發聲 所以 又是輪到政黨主席 區議員 那你用什麼城市論壇 就是政黨論壇 城市論壇 就是無論維園 戈定維園 百都可以去說 還有身份尊貴 就是身份尊貴 我才不讓你說 就是你平時已經有很多頻道去說 你就不用再霸佔別人沒有頻道的人去說話 是啊 這是好到極的 你沒有請你 你又要去 請你那時你又 嘩 又是這樣坐的 所以我們霸去也是對的 完全不值得支持 我們這個月四集 啃了三集留建議 大哥 就是了 他請又去 不請又去 那你霸佔了 然後還要優先 你又要優先權發言 那其他人說什麼 是啊 還要說話這麼廢 我真的覺得要獎罪 我真的看重播 我真的覺得 哇 這是什麼人來的 我公然要挑戰這個議員的誠信 我覺得 你憑什麼叫香港政府違反 我完全不明白這件事 其實就算我們沒有空 不然應該集體寫信去投訴他 是啊 你是可惡到極的 所以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 是絕對不能夠蔓延開去的 就是說 你說 現在政府再立另一條法 然後被人JR 我都還可以不明白 但是你說現在 現在沒有任何新法律之下 突然間政府見到一個商人 3A的東西 就說我不出出世子給你了 你吹嗎 這樣 不知道寫一個基本法 還要有 然後有劉健儀在旁邊 好 這樣不出給你 吹嗎 這樣就簡直是無法無天 而這些就是 劉健儀 你自己也跟CY不妥的 如果你尊重這些事情 又是為了民粹服務的話 你將會一樣死得很慘 到時CY 你提議過這件事 他真的到時釘你的時候 又是用這個方法 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劉健儀這個方法 其實政府什麼法都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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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可惡到極 第二 我也要再重申一次 其實 除了修改基本法 是沒有任何其他途徑 任何一個正常 在這個現代社會 有腦筋的人 是不能夠接受 除了修改基本法 有任何可以改變的權利 因為 真的 我再重申一次 《基本法》第24條的第二節 已經講得很清楚 一個中國公民 在香港出生的子女 是擁有香港永久居候權 港元 Full Stop Full Stop 沒有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認識 還有那條法是很明顯 寫得很簡單 直接 最清楚 其實《基本法》就已經很不清楚 但這條非常清楚 沒錯 我不知道你怎麼認識 其他反而很多時候 都有空間去解釋 這一條是零零射射 很明顯射得很仔細 所以他就算 可能他現在就是膽怯 就是知道 你就算拿去人大釋法 也釋不成 於是他唯有create 又再要拿去中審法院 再來一次 他自己說這是立法原意 但蕭先生講得清楚 沒有立法原意 你立法的時候 是1993年的《基本法》 而其實中審法院 判案的時候 已經講清楚 1993年通過的《基本法》 怎麼可能會在1996年 才突然變成立法原意 何況立法原意 絕對是沒有用的 立法原意 如果寫了馬草黎是抵打的話 他就是抵打的了 但原來他本來寫不抵打 麻煩你收法 應該做不抵 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是誰說的呢 其實是 我們為什麼要寫這條法律出來呢 如果原來什麼都可以有立法原意 我們為什麼要寫這條法 打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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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清楚 問一問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 原來死了的那個人 那怎麼辦呢 撿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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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撿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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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基本法》 起初委員會 那些都七七八八的 過多十年八載 沒有了這班人 要請出來 那到時真的不知道誰說 誰問法原意 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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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法原意是這樣的 師徒法政做這個正事 對 以後師徒法政 解讀這個《基本法》 他拿著《基本法》出來跟大家說 我是《基本法》大事 有辦法 他真的有多對 師徒法政 當然 而當然就很無聊 譬如 也有抽梁家傑水 梁家傑水 他根本就是想撿撿公民黨 對 不過老實說 我覺得梁家傑 當然我們都有點鄙視 公民黨本來是微微支持 對他們 現在他們只是說 是你自己 被發援的邀請 跟我們的立場無關 很縮頭烏龜 我想問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外容居港權》 要講清楚 不過公民黨 真是豐民黨 真是跟豐 這個禮拜是災難 公民黨 由菲庸那件事已經是災難 菲庸那件事是高賣低賣 經常都說 他在民意極度反彈 最反對居港權的時候 即是菲庸居港權的時候 他就很支持很支持 然後到之後 感覺自己真是壞了之後 就馬上改變立場 是啊 連一向支持他 港元質的人都要聽 那你說是不是最低等的 他不是真是公民黨 所以公民黨也是一個相當失望的政黨 這個回到第三節繼續 再說吧 昨天 我看到了 永遠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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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 我們還要13歲 我還在13歲 那裡 是一面的雪 那裡 広寛田 庭園 人家的明火 永遠遠 特に真幻に見えるだけで 降り積もる親切には 私たちの歩いてきた足跡しかなかった そうやって いつかまた一緒に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と 私も彼も何の迷いもなく そう思っていた いつでも探しているよ どっかに君の姿を 向かいのホーム 路地裏の窓 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はずもないのに 願いがもしも叶うなら 今すぐ君のもとへ できないことはもう何もない 全てかけて抱きしめてみせるよ 寂しさ紛らすだけなら 誰でもいいはずなのに 星が落ちそうな夜だから 自分を偽れないわ